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的新闻真是精彩分成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经济在今年以来表现出回声向好的态势 令人振奋 接下来在川普的机密文件案件中 法官艾琳卡农对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大卫哈巴赫表示不满 直言我不喜欢你的语气 这场听证会针对的是对川普的限制令提议 最后日本京都市一家小型精品酒店以疑似涉及清宫加沙地带为由 拒绝以色列籍男性旅客入住 这引发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抗议 指责这是明显的歧视行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报道了川普机密文件案件的最新进展 法官艾琳卡农在听证会上 对特别检察官大卫哈巴赫的态度表示不满 这场听证会主要讨论对川普的限制令提议 此外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预计将很快获得自由结束多年来的法律纠纷 最后备受关注的拜登与川普首次辩论即将展开 这两位历史上最高龄的总统候选人将展示他们的体力与智慧成为这场辩论的焦点 明镜响点就点节目中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怒斥中国煽动反美情绪 并指责中国恐吓参加美国大使馆活动的公民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对中国三家电讯公司展开深入调查 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 李强去年视察的一家公司最近也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新洲网报道了一起涉及歧视的事件 日本京都市的一家小型精品酒店Hotel Material 因怀疑一名以色列男子涉及攻击袈裟地带而拒绝其入住 此事被曝光后引发以色列大使馆的抗议 指责酒店的行为是明显的歧视 京都市政府接入调查 认定酒店的做法违反了日本旅馆业法 表示以国籍和职业为理由拒绝住宿是违法的 酒店方面表示已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 暂不便发表进一步评论 日本外长上川阳子也对此表示不满 强调希望所有到访日本的旅客都能安心地参与各类活动 明镜响点就点 在中国政府于2024年4月发起了最新的青浪运动 严厉打击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财富的网红 这场行动不仅旨在保护公共道德 更是为了缓解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感受 并推广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 此外 中国政府还向台湾网红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统一立场 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北京对社交媒体力量的深刻认识和利用 试图在网络平台上塑造符合其政治目标的舆论环境 BBC News中文 中国在AI机器人领域的进展令人瞩目 大连的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正在研究仿生人形机械 用于心理咨询和社会照顾服务 更引人注目的是 今年5月 中国解放军在中检联合军演中首次展示了两款AI仿生机器狗 这些机械狗不仅可以安装自动步枪 还适用于侦察即向战 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公开展示AI机器人在军事上的应用 这些机械狗的出现预示着未来战场上AI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 中央社 中国政府近期推出了针对台独的新规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打击推动台湾加入 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行为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安司法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指出 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或进行官方往来 以及在媒体上外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行为 都将被视为分裂国家罪 最高可判死刑 对此 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孙简元表示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 中国无权干涉 孙简元强调 台湾将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参与 并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遏止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 经济日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波兰总统杜达 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 要利用中波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 加强各领域的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 共建一带一路 并推进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合作 习近平还表示 欢迎更多波兰农事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并支持双向投资 希望波兰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 中方决定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政策 并希望加强两国文化、青年、学术等领域的交流 杜达则表示 愿深化经贸、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并欢迎中国企业赴波兰投资 明年波兰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杜达希望推动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稍早 总理李克强与杜达会晤 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合作 特别是波兰高档产品的出口和人际交流 经济日报指出 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国际政局的担忧 内地股会起跌 人民币中间价跌穿7.12 在岸价跌穿7.262 均创下7个月来的新低 A股市场低开低走 互指下跌1.2% 创近4个月新低 深层指跌穿9000点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首5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 但支出增长5.8% 显示出财政压力 市场分析认为 国际贸易局势紧张 及国内经济复苏法力 是导致股会起跌的主要原因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表示 今年以来电子商务 在促进消费恢复 和拓展国际经贸合作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 商务部指导举办的 双品购物节和提前进行的 618活动 带动了首5个月 网上零售额达到5.77万亿元 增长12.4% 其中实体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7% 较首4月提高0.8个百分点 此外 重点监测的网络服务 消费增长23.2% 主要在线旅游平台的入境 由销售额增长1.9倍 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20.8% 这些数据表明 电子商务在推动消费 和经济增长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洲网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华盛顿表示 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但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后 可能引发区域危机感到担忧 坎贝尔指出 中国在与美国互动中 透露了其对朝鲜 可能采取挑衅性措施的担忧 尤其是在普京与金正恩签署防务协议后 坎贝尔认为 俄罗斯可能在何问题上 给予朝鲜更多支持 这使得局势更加危险 中国长期以来是朝鲜的主要合作伙伴 但近期与金正恩保持距离 美国副国务卿还提到 中国通过工业出口为俄罗斯的军事建设 提供动力 尽管不是直接的武器运输 坎贝尔认为 未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浮出水面 但目前中国占据上风 可能从俄罗斯获得先进技术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旺旺 截至三月底的全年度盈利 达到39.9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增长了18% 公司宣布末期息 及全年股息均为美股3.3美鲜 派息比率为70% 在这段时间内 公司收入增长了约3% 达到近235.9亿元人民币 其中 乳品及饮料类收入增长了7% 米果类增长了逾2% 但休闲食品类收入下降了近6% 毛利率上升了2.7个百分点 达到46.6% 主要原因是部分大宗原材料及包装材料价格回落 以及生产用工策略的优化 中央社报道 上海在COVID19疫情后掀起了非洲和南美洲旅游热潮 导致黄热病疫苗供应吃紧 许多民众预约旅游门诊长达一个月 却仍未能接种疫苗 这也让黄牛有了做待预约生意的空间 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表示 黄热病疫苗仅有一家企业生产 总量有限 采取定额下播方式 每个城市或配一定数量 上海的供应量相对较多 一些民众为了完成疫苗接种 转向上海附近城市预约 但预约成功后还需前往领取接种证明 过程非常麻烦 由于供不应求 黄牛炒作现象滋生 提供待预约服务 收费人民币108元 成功率100% 这让其他人预约疫苗更加困难 新州网报道 近日在中国江苏苏州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 迟刀袭击事件 一名日本女子和她的孩子 在接送校车时遭到袭击 所幸两人均无生命危险 但校巴上的一名中国籍女职员 在阻止男子上车时被刺伤 情况严重 袭击发生在放学时间 现场距离苏州日本人学校 约一公里 周围有许多日本人居住 事件发生后 苏州日本人学校宣布停课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也派代表前往确认情况 并要求当地当局 加强安全措施 日本驻华大使馆 提醒在华日桥 注意安全 特别是在公园 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这起袭击是专门针对日本人 但总领馆 已要求当地共享信息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三大电信公司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调查 担忧这些公司可能利用 在美国的云计算和互联网业务 获取美国数据 并将其传输给北京 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商务部已经与三家公司 代表会面 其中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风险分析 已经完成 但对中国联通的调查进展不顺 尽管华府已禁止这三大电信商在美提供电信和零售网络服务 但他们仍然在运营云端和商业网络服务 可能获取美国人的资料 中国驻美大使馆敦促美方停止 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 并表示将捍卫中方企业权益 同时美财政部发布了对华投资限制的拟益规则 而美司法部举报你起诉TikTok侵犯儿童隐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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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